字幕租辆 文字幕租辆 文字幕租辆 字幕租辆 大家好,又是我冯偉光跟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当然大家喜欢我的评论 希望大家订阅 圍牢Sartalk 赞好,分享,留言 和按下每个小铃铛 我新片出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会主动通知你了 今天想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务员学院院长郭任树的一番说话 他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公务员基于历史的原因 对国情形式不足 他希望透过国院去加以改善 第二就是公务员有一个部分 有搭顺风车的心态 就是满足于接受同样的待遇 但不希望付出应有的努力 他说公务员学院的工作就要经过培训 尽量令到优秀的人才占大多数 不适合这些工作的人员 即公务员就要尽量减少 第三他说 撤入公务员学院就不是去整治公务员 这些我也赞成的 他认为公务员未必需要好像警察那样的纪律训练 但应该有思想理念和心态 他也打算去北京、上海、新加坡了解当地公务员学院的运作 针对国院长或国校长的提法 我相当赞成的 第一就是关于国情的问题 我会觉得其实就是香港很多公务员对香港的近代史 香港的由来三条不平等条约 要知道香港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无论是小家碧玉好或者形容他是东方之珠好 为什么和国家的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来的 没有说清楚的 这个是重要的 正如前特首梁志英先生 他经常说 他说香港地上没有椰子 地下没有石油 香港是靠自己的人才和恩时制惠打拼出来 所谓恩时制惠就是当时国家有所需要 国家当时有他的艰难探索 有他内部的情况 于是香港就突显到那个好处 突显到那个用处 所以香港就一枝独秀 到了回归之后 到了国家的改革开放 取得经营的成就 香港也应该有所改变 变幻才是永恒的 我们不可以永远抱着老黄力不放 部分公务员就有这个心态 抱着老黄力不放 这个是我当时在政府体会得到 第二就是大香港心态 觉得一切都是香港优先 这个跟老黄力不放有些关系 因为内地不值一提 内地的东西 轻妙地看它 痴之以备 其实是错的 你想想内地由40年前 开始改革开放 一窮二白那样 勉强有解放之后 做下来的基础 能够一样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大消费国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第一大贸易国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开心地了解 为什么它会得 而香港这25年回归以来 除了因为政治的泥鲁 拖着我们的后腿之外 我们是否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突出 不够好呢 我举一个例子 内地的官员 由国家主席到地方的省长 三位书记 整天会将改革 挂在口边 香港公务员有没有呢 香港公务员就是老黄力心态 香港优先 香港大了心态 不打算改革的 以为我们一切都是最美好 我会形容之为 被自己的成功绑住了 其实香港的公务员 包括香港人 都要虚心点去看 哪些人做得好的 不管他是内地 以至于五眼联盟的 美国英国加拿大都好 我们要学习 哪些人做得不好的 我们要避开 即是要到学习型的社会 学习型的政府 这个希望国院长当然 单凭他的一个学院 未必能够推动到 十几万公务员改变 但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这里我们会提出一点 就是要挂了 你要将公务员的晋升 和他对国情的了解 对北京的 或者上海的 国情班的出席 和他们的表现 就是成绩 挂勾香港的 处长级 政务官AO 以至于专业绩系 的一些副处长 座女处长的升迁 是不挂勾的 同意方面 这个是不是 也是一个问题呢 当然这个不是 公务员学院 一个学院可以解决的 是要由公务员事务局 以至于特首 有这样的意志 有这样的认识 去改变的 我们先说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